越南经济目前正在遭遇急速的放缓 这对于越南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越南经济中具有竞争力的电子产品出口市场正在维米不振 同时房地产市场也正在低迷中 越南国内生产总值在今年1到3月份的增长率大幅低于市场预期 这使得越南政府和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降息措施来支持经济 然而很多人认为越南政府提出的全年GDP增长率达到6.5%的目标将很难实现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越南总理范明正指出 由于全球经济的不断恶化 越南经济面临的挑战要多于际遇 今年13月份的GDP增长率比去年同期仅增长了3.32% 放缓了很多 以2022年1012月份的增长率是5.92%相比 这个数字下降了很多 同时也低于彭博通讯社发布的市场预期值 也就是4.8% 目前 越南经济的拉动力量之一就是出口 它的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0%以上 由于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 三星电子的智能手机出货量正在减少 而这被认为是越南出口总额的约两成 为了支持经济的发展 越南国家银行和越南央行采取了罕见的降息措施 自3月15日起 贴线率下调至3.5% 银行间隔夜利率下调至6% 分别下调了1% 在4月份 在融资利率也下调了0.5% 降至5.5% 此外 越南的监管机构在2022年曝光了一些公司债券发行的违规行为 加强了监管力度 然而 难以汇得融资的问题 再加上高利率下的销售下降 地产巨头Nova Group正积极推动资产出售和增发计划 据当地网络媒体引述胡志明市房地产协会主席黎黄州的话说 目前情况非常困难 房地产公司的经营不善将对国家税收减少和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新加坡大华银行UBO已将2023年越南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6.0% 近日 越南发布了第一季度经济数据 显示今年前三个月越南国内生产总值GDP预计同比增长3.32% 这是自2011年以来的最低增幅 有消息称 外商直接投资 货物净出靠等长期绑持强劲增长的拉动经济指标均出现下滑 为实现全年经济增长6.5%的目标带来了挑战 需要更多动力才能实现2023年增长预期 越南经济严重依赖出口 其出口额占其GDP比重高达91% 然而 全球经济寒冬下 越南的外贸出口订单量明显下滑 这给越南经济带来了外患 除此之外 越南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也陷入沉寂 据消息 越南房地产市场流动性连续输液触底 房地产市场维持自去年5月底以来的淡静局面 越南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代表表示 目前仍有不少房地产企业解散或停业 房地产领域的输液率持续上升 由于越南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 越南第一季度建筑和工业部门产出下降0.82% 制造业下降0.37% 房地产设计行业广泛 是越南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若越南的房地产业持续低迷 不仅会对国家税收造成影响 也可能引发越南经济更大的危机 要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 越南还需要卖过几道坎 首先 越南需要减少对出口的过度依赖 加强本国内需的培育 推动经济转型 其次 越南需要重视国内市场 加强国内产业的竞争力 鼓励本土企业的发展壮大 降低进口依赖程度 最后 越南需要加大对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投入 提高国家创新能力 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去年全球经济衰退危机越来越严重 美国等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也开始降温 与此同时 越南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逆向回暖的迹象 成为最受外商投资追捧的热门标的之一 那时的越南房地产市场有多受追捧呢 据数据显示 2022年上半年 越南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和首都河内的房价涨幅 已挤进亚洲前十 其中 胡志明市上半年房价涨幅超过20% 均价每平米超过3.5万元人民币 中国银行香港金融研究院经济研究员谢金明 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随着越南经济的加速增长和制造业的不断发展 大量热钱涌入房地产市场 导致地价和房价持续飙升 然而 福息或所福 实际上 越南日益高企的房价难以与该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涨幅相匹配 这也表明越南存在着较大的房地产泡沫 为了避免房屋投机和价格操纵 越南开始快速收紧信贷政策 再加上越南央行快速加息 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大幅的降温 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 越南房地产市场保持着自去年5月底以来的淡静局面 从数据来看 尽管一季度 越南房地产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近7.66亿美元 继续保持第二位 但流入房地产业的资金同比下降了71.6% 越南房地产行业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 原因是当地政府禁止房地产开发商发售新债 今年2月 越南第二大房地产开发商因为能按时偿还债券而需要寻求债务延期 亚洲房产科技公司GYIQI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兼CEO卡西夫·安塞里表示 政府对房地产开发商过度融资的管控 使得越南头部房地产开发商无法偿还债务 进而导致楼价下跌 据统计 去年第四季度越南房价比上一季度下降了8.37% 同时 由于越南房地产价格不断调整这其真实价值 大部分投资者遭受10%至50%的亏损 这给市场流动性带来了压力 谢金明指出 激进的越南房地产开发企业依靠发行债券融资 囤地和开发 债务规模和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在房地产市场行情好的情况下 这种方式可以迅速扩大规模 但目前全球加息导致流动性收紧 美元债券和本地债券成本均大幅上升 由于银行信贷资金的收紧 项目回收资金周期漫长 流动资金来源有限等原因 越南的房对产债券出现违约情况并蔓延 进而引发金融反腐风暴和房企债券审核 实际上 全球央行的加息潮是房地产危机的导火索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刘英表示 在面对美联储的激进加息时 越南加息节奏很快 去年曾在一个月内两次加息 以应对美联储加息 第二次加息幅度还达到了100个基点 越南方面担心 若不进行猛烈加息 该国可能会面临资金外逃 后续可能会引发资产价格下跌 货币汇率贬值 金融市场波动以及债务高企等一系列问题 但是 提高利率的副作用明显 刘英表示 由于美国利率抬升到5% 而越南国内利率也在水涨船高 越南国内外资开始不断撤出 外企的投资意愿也开始下降 另一方面 利率提升将使越南的消费受到抑制 消费 投资低迷 对越南房地产市场形成打击 越南房地产下行后 该国钢铁业也连带受到较大的影响 据越南统计局数据 截至今年3月 越南钢筋产量为214.6万吨 同比大幅下降15.76%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 越外交政策研究所周边 外交市主任周世新 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美联储连续加息 恶化了全球经济环境 导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 出现了研究问题 越南也不例外 对任何国家来说 房地产市场都是综合性产业 一旦出现危机 相关上下游产业都会产生影响 甚至对整个产业结构都产生影响 对任何国家的经济